端午四天廉假,花蓮涌入大量人潮,但也带来大量的垃圾 四天的垃圾量已经超过过年时机,每天都是平常的四倍 端午联系假期,花蓮东大门满满的游客,挤满意识 要前进很不容易,跟之前受到疫情影响都没有观光客的情况 有如天壤之别,四天的垃圾量高达8公吨,已经超过今年度一天的量 8400多公斤,比清明节的4000公斤还多 甚至在26号当天的日均量2000多公斤,比当天,今年过年当天的1000多公斤还多 不只东大门夜市热市暴增,花蓮不少远水的户外野戏也涉到波及 以知名的修行箱三占西为例 四天廉西假期,在这里天天涌入大量的观光客 但大家都不把垃圾带走,让他们在地,居民是假的生气 几天的垃圾怎么样? 太多了,乱丢 都乱丢哦? 对,整个面都是 那他们垃圾都没有带走吗? 没有没有没有 就你们回来的时候发现垃圾这么多? 对,我们就要整理了 每一次廉价之后都这样? 对对对 会不会很头痛? 可以啊 昨天礼拜六礼拜天最多人 他们垃圾都不带走? 不会带走,那么好会带走 有时候我要来捡回收 我就是用那个 有袋子装我就可以随便装一装这样 你可以带回家嘛 我家很近啊 他们这些垃圾会对你们造成什么困扰? 对啊 为什么?很麻烦 根据花莲线滑毛具笔统计 花莲线时尚乡镇端午假期 平均垃圾量都是平日的四倍 其中以花莲市最夸张 原本每天的65吨的垃圾 现在单时就暴增到261公噸 花莲线每天垃圾产生量约是165公噸左右 但经过这个四天的假期后 花莲线垃圾量平均每天暴增到大概620到650公噸 根本是属于一个暴增的状态 花莲线也强调各乡镇清洁队都在持续清洁垃圾 因此还无法统计出最终的数字 但是光是北区五乡镇单日的垃圾量 破了650公噸的惊人数字来看 这次花莲线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 记得喜欢学习们的老板